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一集 七成已久的委托 元神每双子剧情 4.7魔神任务 第四章 第六幕睡前故事 旅人章合集 已完结 那怎么说也得是魔神级的委托了吧 冒险家协会的委托并没有这种分类 这次的委托也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规模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行人委托 那为什么说是非我们不可呢 前一阵子我在清点所有积存委托的清单 偶然间注意到了他 看似普普通通 却有着连续十几次委托失败的记录 其中还不乏一些很有名望的冒险家 于是从冒险家协会信誉 与须弥分会业绩的角度 我希望可以委托给近些年 委托完成率最高的冒险家 那当然就是我们了 希望二位可以再尽力尝试一下 如果你们也做不到的话 我就准备联系委托人 协商取消委托的事宜了 所以你快说说吧 这个委托究竟是要找谁 南点又在哪里 寻人委托是由维摩庄的村民们联合发布的 说有一位村民失踪了 不过他们甚至连那个人叫什么都不知道 只记得他的大致特征和样貌 都是一个村子的人 连名字都不知道吗 而且那么多冒险家最后都失败了 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或者说是恶作剧之类的 这种可能性不大 过来发布委托的村民有好几个 看他们的神情和语气都十分恳切 不像是在开玩笑 更何况发布委托 也是需要支付摩拉作为手续费的 这种恶作剧对他们来说 也没有任何好处 总之 你们可以先到维摩庄问问看 虽然我这里也有一些资料 但还是直接从村民口中来获取信息 更加稳妥 以防误导 那走吧 我都开始有些好奇了 到维摩庄了 先去找村民们问问关于失踪者的情报吧 解决最困难的委托 要从最细致的调查开始 你好 是想买点什么东西吗 我在这一带做生意 不是不是 我们是专程过来的冒险家 刚刚在凯森林那里接到了维摩庄的委托 那件事啊 也算是劳烦你们这些冒险家一趟一趟往这里跑了 老实说 我们大家都不怎么抱希望了 每次都是有人信誓旦旦来帮忙找人 结果 很快就鲨鱼而归 各种线索我们都被问凡了 维摩庄周边也快被绝地三尺了 就是没有任何新的进程 那他到底叫什么 原本住在哪里 他的亲人们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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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不耐烦吗 不好意思 我那不是不耐烦 而是依次回答了你的三个问题 话虽这么说 但其实我们都对他印象很深的 都是在维摩庄过日子的人嘛 记忆里也一起做过很多事 只是并不了解他的这些具体情况罢了 也可能以前知道 但现在没人记得了 反正村里大家交换过情报 结论就是如此 好吧 就当是这样吧 那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呀 印象里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非常热心肠 人又和善 我这边没什么客人的时候 偶尔就和他聊聊天 有时候又看见他貌貌湿湿的给人的帮忙 挺有意思的小伙子 看起来你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嘛 一聊起他表情都不像之前那么愁眉苦脸了 可不是嘛 大家应该都挺喜欢他的 不然也不会一起到冒险家协会发委托找他 像他这样单纯的年轻人不多见了 怎么就忽然消失了呢 但愿不是出了什么不好的事 或许只是偷偷搬走了之类的 不会的 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会不辞而别 就算如此 他搬家的事也不可能躲过我们围魔装所有人的视线 好吧 谢谢你的情报 我们再到别处问问 我等你好久了 只要他别舒适就行 拜托你们再尽力找找了 请牵手 是客人吗 你好阿玛兹亚爷爷 我们是接到围魔装的委托才过来的 那可真是辛苦你们了 这么大老远过来 那孩子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能多给我们讲一些失踪者的事情吗 当然可以 只要能对你们有帮助 我虽然眼睛不太好 但过去总是能听到他的声音 现在听不到了 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他的父母好像都不在围魔装 但那孩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孤单 还总是愿意做那个陪伴他人的人 他经常去孤寡老人家里做客 也喜欢带着村里的孤儿一起玩 不管谁遇到了伤心的事 他都乐意听人家倾诉 又总是很会安慰人 身为村长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他 从精神上帮助那些身处困难的人 本应是我职责的一部分 难怪他失踪了以后你们那么着急 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好人呀 可是关于他的名字 住所家庭情况之类的 村长你也完全没有线索是吗 唉 这也是让我十分惭愧的事 无论如何我都应该记得的 或许是我真的年纪大了 这些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的不用强求 我们会想想办法 旅行者 你现在怎么看 是呀 我也这么觉得 再怎么说 他的名字都没人记得了 也太习惯了 住所和家人也都没有相关线索 这个人简直就像从现实里被抹去了一样 你的意思是说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不是被抹去 而是从来都不存在 等等 这对我来说有点难理解 只存在于记忆里的人 你们是刚到维摩庄的冒险家 是接到委托才来的吗 啊 没错没错 我们正在调查失踪者的事 太好了 谢谢你们还没有放弃 我一直都担心冒险家协会要把我们的委托撤掉了 我叫阿托莎 也住在维摩庄 请你们一定要再努力试试看 拜托了 这位小姐你不要着急 你和失踪者很熟吗 嗯 有没有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呀 线索 嗯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算是线索 你们跟我来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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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吗 这棵树下 嗯 看似平平无奇 但对我来说又充满回忆的地方 我们曾经会坐在这棵树下聊天 看着天空中的云朵 感受风的方向 一坐就是很久很久 我是在森林里被巡林员发现 后来被维摩状收养的孩子 尽管大家对我很好 每天也过得很热闹 但曾经的我 还是会感觉到孤独 孤独 嗯 怎么说呢 有些心事 不管是开心也好 伤心也罢 总是不知道该向谁倾诉 或者说 不知道该不该倾诉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 有些时候敞开心扉 或许只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嗯 你也是这样的吗 嘿嘿 是吗 那可太好了 真是羡慕你 而对我来说 她应该又像是亲人 又像一位能理解我的朋友吧 不管我遇到了什么 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她说 她的心思单纯又细腻 脸上的表情也总是充满了耐心与兴趣 就好像在听她自己的事情一样 自从她消失以后 我真的有好多事情想要和她讲 不不 那些事情也都没那么重要了 只要能再见到她就好 你们两个 关系真的很好呢 那在你的印象里 她有说过什么关于自己的事情吗 嗯 她讲的大概都是维摩庄里她见到的趣事 还有自己的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哦对了 我有一次问过她她的父母在哪里 但她只是回答说他们不在这里了 我也不敢追问 那究竟只是离开了还是不在人世了的意思 还是没什么线索吗 聊了这么多还是没能帮上忙 实在是抱歉 上一次一口气说这么多话 还是和她一起的时候 这么说来好像每次和她聊天也都是在这样的黄昏时分 在记忆里时间会变得很慢很慢 有时候感觉明明聊了很久很久 可是天却还没有暗下来 好像放缩下来以后时间就是会变慢呢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那边的几个秋秋人是不是样子有些古怪 嗯 声音教团 难道是他们狗的鬼吗 发现我们了 快迎战吧 小心 小心 我还有几个子 弹弹枪 玫瑰礼花 玫瑰特别定制吧 小心 人都看见了 小心 谢谢你们 没想到这里也会有魔物出现 要不是你们在可就麻烦了 举手之劳罢了 这么说起来 最近围魔庄附近的秋秋人们 却是比之前要活跃很多 他们经常表现的躁动不安 有时还会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村长已经不让孩子们在围魔庄周边玩了 难道真的和深渊教团有关 以防万一我们还是会围魔庄看看情况吧 但愿村民们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不应该是一瞬间 我们还是会发现的 并非能并非能阻力 也会发现的 不应该是一瞬间 不应该是一瞬间